明天下半天要變天了 北台灣東半部要開始下雨了 主要是因為華南雨區東移的關係 我們帶您看到四張定量降雨分布圖 其實這兩天都算是一個空檔 到明天下半天開始東北風持續灌進來 所以水氣也被帶進來 包括迎風面的北台灣跟東半部 明天出門記得帶雨傘 因為像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像是宜蘭花蓮 以及大台北地區 都容易出現了不定時的短暫飄雨 甚至華南雨區會影響好幾天 時間水氣都是比較偏多 禮拜五到禮拜天這幾天 事實上迎風面的北台灣跟東半部 都會飄雨溫度往下溜滑堤 空曠地區低溫98度 那在平地大概落在20度上下 到下個禮拜一之後 溫度才回升到29度 所以週休假期感受比較溼涼一些 明天的天氣狀況帶您來看看 明天北台灣要變天 請大家出門記得帶把傘吧 中台灣靠近山區的平地 也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南台灣的高屏沒有受到影響 高溫30度 東台灣的水氣跟雲亮也是稍微偏多 外島地區同樣天氣不太穩定啊 事實上明天下半天開始 華南雨去東移東北風再吹 北台灣東半部要下雨了 今天的視頻都啟稔妙 馬上北風再吹 有什麼但是 我們在那邊